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 然后工作到处随便找 然后一点压力都没有 然后只要喜欢的女孩跟她一追求就OK 不会吧 不会吧 今日白岩松的这段关于房价和就业的演讲视频报和网络 在他所讲述的观点中 房价和幸福感息息相关 高房价能带来幸福感 因为压力是动力的源泉 正因为他遥不可及 所以有利于年轻人奋斗 于是白岩松的这番话激起了很多网友的强力不满 因为白岩松身为一个有房有车有老婆的成功人士 并不能和当代的年轻人共情 现如今找对象买房买车成了大部分年轻人奋斗的目标 但是这三样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说却是遥不可及 要知道白岩松不仅是央视的主持人 还兼职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 收入远超绝大多数普通人 而他的儿子今夜也已经二十多岁了 北京户口在外留学 一出生就把绝大多数人甩开了十万八千里 有人说白岩松所说的幸福感 是因为他希望年轻人也和他一样觉得幸福 这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特别是年轻人 更是在网络上痛斥他的言论 随后有网友给他定下三宗罪 一时间白岩松深陷舆论争议 其他一不知民间疾苦 只要一说到白岩松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这位著名的央视主持人是许多人的偶像 他的言辞犀利 才华横溢是真正的成功人士 在这个电视媒体越来越落寞的时代 白岩松成为了一面不倒的旗帜 几十年来 央视的熟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而他却依然站在这个位置 甚至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这背后的努力和智慧非比寻常 众所周知 白岩松的出生并不好 之所以能从草根变成今天高高在上的主持人 是得益于高考和自身的努力 1985年 白岩松考入了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在校期间因为学习成绩非常优异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央视工作 于是他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白岩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句话 别怪高考太无情 高考是世界上最简单最公平的成功之路 正是这条路让他走出胡伦贝尔大草原 走向央视这个大舞台 在央视工作这么多年 很多人喜欢他 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他 因此他的争议不比任何人少 然而随着他名气越来越大 很多人觉得他所说的话 渐渐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而且总是带着淡淡的疏离感 2015年6月9日 河北苍州苏宁县发生一起四死五伤案件 在这次采访中 白岩松说 是什么让这个52岁的老人举起枪支 造成两名警察死亡 此外 在他诸多言辞中 充满了对嫌疑犯的同情 节目一经播出后 就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 后来 他回到学校演讲 有人曾针对这件事向他提问 白岩松回答称 警察的愤怒 大多来自于他们长期以来的委屈和压力 做那一期节目的时候 距离事件的发生只过去了几个小时 一切都还没有结果 所以才用一种更中立的观点 然而 他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可 因为法律上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定义 在侦察机关立案侦察之后 提起公诉之前 对涉嫌犯罪人员的称呼 既然老人已经确定了犯罪事实 就应该称他为嫌疑犯 令人失望的是 白岩松在经历了舆论风暴之后 不仅没有认真反省 反而用新闻的客观性当作借口 试图掩盖自己的错误 让无数人寒心 其最二 客观不等于冷血 2008年汶川大地震 有将近7万名同胞遇难 全国各地的民众都非常揪心 许多记者和主持人在广播时都几次哽咽 四川卫视的主持人宁远 在播报死亡名单时声音颤抖 其中德阳市死亡10290余人 绵阳市死亡9640余人 成都市死亡4130余人 阿巴州死亡2140余人 广原市死亡2060余人 已经从废墟中抢救出33434人 来看下一条 央视记者赵普在播报灾情时 也差点落泪 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样的画面 被这样的声音感动 为什么我们总是看着看着 就会眼含热泪 因为我们爱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上的人们懂得相互光泛 就在我们都被宁远和赵普的真情 感动流泪时 白延松却对此评论说 作为主持人和记者 在播报新闻时 不能把自己的情绪传播给受众 于是 这些优秀的爱国主持人 成了白延松所说的不合格媒体人 新闻的客观性确实很重要 但是新闻也同样需要温度和人性 只要是人都会犯错 只要是人都有七情六欲 如果新闻只需要客观性就够了 那为什么不用人工智能取代播音员呢 这样既不会出测也没有感情 同年 央视邀请地震专家采访 白延松中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地震知识 说了专家的话 让专家无话可说 于是有人认为 白延松这是宣兵夺主 在专家面前显摆自己的知识 而王硕对白延松的评价是 他的真诚自以为是 内心却充满了作作 王硕是谁 竟敢如此评价白延松 1958年 王硕出生于江苏南京 他是大陆著名的作家和编剧 也是金圈公认的领袖和灵魂人物 他的很多代表作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和电视剧 就拿身份来说 白延松和王硕有共同点 他们都是著名的文人 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 白延松以媒体人良知的形象 一直受到广大网民的喜爱 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 白延松都会上一次热搜 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舆论冲击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他的言论进行理性思考 其中 王硕对白延松的评价是毫不留情的 他说 白延松其实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事件起因是 王硕在一天清晨看到了白延松的电视采访 此时 白延松正在介绍他的新书《痛苦与幸福》 当然 他自己的经历也会牵涉其中 王硕坦言 见到白延松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自满 在采访中 白延松不仅没有直视镜头 更没有直视提问者 而这种行为不像是在采访 更像是自言自语 在白延松的话语中 我们可以听到一些非常积极的话语 如必须永远等 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伟大的先驱者形象 其实 这恰恰反映了他的自满和自大 正如王硕所说 除了关心人民疾苦 为人民求助的社会公事外 白延松的价值观念值得考量 作为一名有良心的记者 他无疑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新闻主持人和评论员之一 也是老百姓眼中的业界良心之一 新闻产业可以说是一个不容易做的产业 他们是聪明的记者 敢于在框架内讲真话的人不多 太左太右都不行 与此同时 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主持人 不是播音员 但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坚持留在这个平台上 得到了主流的认可 这背后的努力和智慧非同寻常 其最三 突破底线冒犯公众 2015年 白延松的长篇自传《白说问世》 然而 大家在看完后却觉得非常失望 这本书的写作水平实在不配白延松的美誉 更重要的是 没什么好说的 豆瓣书有不客气的反击 说了那么多 真白说了 当然 这么多年过去了 央视主持人一个接一个的换了 但白延松始终站出来 在今年疫情期间 医疗用品一再短缺 白延松在直播中直接问武汉市相关负责人 医疗用品都去哪儿了 他直接了当地问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的记者才让他 毅力央视多年而不倒 然而 对于一个媒体人来说 说多就是错多 白延松对自己非常自信 他多次在各地发表演讲 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 然而 随着他的演讲越来越多 那些支持他的人却变得越来越少 反对他的人则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渐渐发现了白延松本质上的不同 很多支持他的人 都是因为他敢于发声为名请命 而这些支持他的只是普通人 其实白延松的很多言论就像是心灵鸡汤 别人很多年前就厌倦了这套东西 耳朵也听过快要起茧了 然而 他忽略的是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好糊弄了 住房和婚姻是基本而现实的民生问题 这些问题并不是讲点心灵鸡汤就能解决的 而给观众灌输鸡汤不是一种激励 反而是一种催眠 他不是药治不了病 反而会让人变得麻木 正因如此 他的那句不会吧 在很多人看来充满了粉刺 甚至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种高高在上的话语权 缺乏对他人的基本尊重 白延松真的了解民间疾苦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